我告訴你 沒有一分錢進到馬英九口袋裡 沒有錢抓不到就不會抓人 強制處分看罪行輕重 也要看今天所謂涉案情節 我今天講陳水平為什麼會被壓 因為錢就明明白白進到陳水平站裡面 因為錢被抓到了 對 錢被抓到才會去羈押人 因為沒有找到錢 不會找到錢 因為馬英九不收錢 你們現在節目不要搞得像蔡市場這樣 黑馬桑都跳出來黑白說話 黑馬桑 我們現在講話 我們現在講話 黑馬桑 黑馬桑 你這樣說到我 黑馬桑 黑馬桑都搞不清楚 因為法令的東西不是大聲黑白一直說就贏 好啊 那他哪裡放水 我跟你講 第二個 我們的刑法已經修法了 不法利得是可以查扣的 不法利得 對 就是說在這個買賣裡面 非常規交易 或是 刑法現在已經修得很清楚 38條之一寫 嫌疑不相當之對價取得 那起訴書裡面都認為說 當時的中網 中銀 中市 都嫌不相當 那嫌不相當的時候 檢察官是應該查扣說 這個嫌不相當的落差 跑到誰那邊去查扣財產 刑法 感谢观看